郭德纲的相声到底拯救了多少家庭 视频里的主人公 他的工作是建材销售经理 为了每月一百万的业绩 常年在外奔波 经常陪客户喝酒 最终因喝酒喝到疾病缠身 我患病住院 当时是三症七发 酒精干 瓷烂性胃炎 外加急性重症一线瘾 我不怕死 真的 但是我怕生不如死 在医院治疗的日子 让他生不如死 更是对生活看不到一点希望 无意中听了郭德纲一段相声之后 却直接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状态 这一刻小伙子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 他表示郭德纲的相声 不能治病但能治心 于是他将郭老师的相声 也分享给了医院其他的病友 我在家卧床两年 这两年内 听您的相声 让我走过了这段痛苦的日子 您现在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生命和血液中 我现在重返校园 我学的是中医专业 他日如果我学有所成 那么我竭尽全力 护您一生周全 女孩身患重病 迎听郭老师相声 重燃梦想 立志学医 并要护郭老师一生周全 这无疑是对郭老师最大的认可 也充分证明了郭老师的相声 是可以治愈人心的 当你生活一团乱满的时候 不要着急 倒不如先听听郭德纲的相声 张远雷的一手探清水河 直接拯救了一个家庭 眼前说话的女人是张远雷的粉丝 是一位母亲她叫云芝 她的儿子三岁时被查出患有语持症 属于自闭症谱系 她的老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最终选择和她离婚 离婚后云芝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生活的压力一度让她喘不过气了 云芝甚至想过带着孩子一死了之 直到有一天 一向不爱说话的儿子 主动找到妈 想给他表演一个节目 于是孩子便唱了手探清水河 我说你听谁唱的 他说哥哥 我说哥哥 我说什么样的哥哥 然后他说眼睛里有星星 他就跟我说哥哥眼睛里有星星 我说啊 现在还有这种人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话 不像是我儿子中 有语言障碍的孩子能说出来的 然后我说那个哥哥叫什么呀 张远雷 张远雷的一首探清水河 给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带来了希望 孩子的微妙变化 也给云芝带来了希望 让这位即将崩溃的母亲 对生活有了奔逃 事后张远雷为了鼓励云芝 还亲自给这位单亲妈妈 举办了一次单独的音乐会 张远雷表示虽然没见到孩子 但是希望他们以后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估计谁也想不到 张远雷能把相声专场开成演唱会 这是张远雷最震撼的一次演出 全场观众挥舞荧光榜 应声声将相声舞台变成了演唱会 这样的场面 在相声几百年来的场面中绝无仅有 也是张远雷最给郭德纲掌点的一次演出 郭老师一再强调西安好演吗 充分证明了这场的重要性 2017年郭德纲外派多支队伍进行跨年 张远雷被派到了西安演出 而这一年正是苗复势不可挡的一年 又恰逢清去设十周年惦记 于是两大相声设侠鹿相逢 苗复王生亲自带队 邀请了相声界多名前辈助阵 而张远雷带的队伍时寥寥几人 同一个地点 一个在二楼 一个在三楼 此时苗复喊话 郭德纲你欺负人 拍个小辈来看不起谁的 当然也有不少人等着看德云社的笑话 可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演出现场作物虚席 场面堪比巨星演唱会 反观清取社 虽然请来众多相声大咖 观众反响却非常一般 没想到德云社区区几人 盖过了一众大咖 也帮师傅挽回了严密 演出结束后 粉丝戏称张远雷为平息王 所以张远雷一战风神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